福倫社每年都會舉辦福倫社獎學金頒獎活動 今年已邁入五十幾年 肯定學生們品德及學業上的表現 讓學生們接受象徵最高榮譽的獎項 議員廖志誠要勉勵獲獎同學 希望他們能夠懂得回饋 讓社會充滿溫暖之情 保利福倫社辦發台專生的獎學金 已經有五十康年了 所以每一年都提供二十幾個大專生優秀的學生 經過福倫社由委員會審査後 並審査出來 所以在這裡共有二十幾個大專生 可以在福倫社的獎學金 來堅定他在學校的努力、勇工、在品學、各方面或是學長 都是有很好的性情 在這裡也要活躍我們所有的中獎者的學生 就是你們今天接受社團的堅定和鼓勵這些學金 將來你們出社會後有機會也要回饋社會 就是說大家共同來跟我們的社會 可以盡一分力來幫忙很多有需要幫忙 而且也來堅定很多我們優秀的學生 尤其是從今年開始包括我們晉南大學、晉大附中 都有很好的人選來評審出來的學生 可以均勻福倫社主張創社跟現主席 已經辦發獎金已經五十幾年了 這可以說非常不容易 而且他的獎學金的獎金是一萬塊 從五十多年之前辦到現在都一萬塊 所以說這可以說社會在我們大埔地區 這些優秀的學生 享受享受有千萬塊的優秀 這就能說等於福倫社 在智力在社會的公約需要 甚至於我們國際社會 應該真的值錢 受講同學表示出生於單親家庭 也受過很多人的幫助 並也勤勉自己未來有能力 必定要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讓更多人受惠 其實我覺得像他們辦這個活動 讓我覺得埔里是一個很有溫暖的地方 然後大家就是互相幫忙 所以我覺得大家很團結 那我自己的期許是因為我從小出生單親家庭 然後在這成長過程中 接受很多人的幫助 那我希望我自己以後有能力 我也能夠像長輩一樣 能夠回饋給社會 為這個社會盡一份心力 埔里福倫社在五十幾年來 不間斷的為地方教育付出 此精神令人佩服 為了擴大服務對象 並也為了培育青少年 早日投入公益活動 由埔里極大服中十六位學生 來組成南投縣首支扶哨團 勤勉扶哨團 未來在校園裡發揮服務精神 共同促進社會祥和盡一份心力 那福倫社成立的扶哨團 最主要就是往下扎根 我想福倫社它做了很多的公益 但是對整個社會來講的話 不能說只有福倫社有在做 我們希望說我們能夠培養青少年 讓青少年在我們的培育之下 他能夠來從事跟福倫社一樣的一些公益活動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一個公益活動來擴大他的視野 也來培養他的一個領導力 那透過這樣子的一串的這個服務 那相信在他們的心中會 會支掌一些對他們未來的一種成長 所以在這方面是我們非常積極在做的事情 共同促進社會祥和和盡一份心力 國際福倫社在一般民眾的印象當中 就是一群企業主從事公益 激若扶貧 而由青少年成員組成的福少團 主要就是希望 助人的精神能夠向下開始扎根 未來不只是埔里 也將會在更多個縣市成立福少團 將助人的精神向下扎根 讓青少年早日投入公益 共同促進社會的祥和 那其他福中的福少團 事實上是由這個埔里社他們 第一個社長就是很希望說 我要成立一個福少團 我要培育一個福少團 他有這樣一個使命感 那他希望說我們地區福少團 能夠來協助來輔導 所以我們從台中這邊來埔里 這邊來輔導他們 那經過幾次的會議 他們也對福少團的宗旨 以及未來如何跟這個學校這邊合作 所以在這邊他們也積極的跟祭大附中 尋求祭大附中的共識 那祭大附中校長這邊也很願意來 跟福利社來配合 所以接下來就開始招募這個福少團的團員 那一招募也受到學校的學生 非常積極的響應 那在這邊未來南投這邊像水里 他也要成立一個福少團 那他們目前找水里高商 希望說在夏年度能夠來成立這個福少團 那還有像竹山 南崗等等 都希望能夠來成立福少團 南投縣首支福少團正式成立 由青少年成員組成的福少團 普利福少團 普利福倫社長表示 相信在成立的過程中 同學們對國際福倫 與福少團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也明白了福少團主要的宗旨 努力為學校及社區盡一份心力 開創自我的康莊大道 武利福倫社成立 已經53年 同學 今天季大附中 普利福少團的成立 很開心 成立運作的過程中 尚進同學對國際福倫 和福倫少年的福福團 已經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也明白福少團主要的總計 在於人、食、發展 具有建設性的領導、才能與個人品德 並致力於奉獻服務 期許各位團聯都能在 發揮潛能 在獨自主義提早與社會接軌 創造自我的價值 為學校、社區服務 開闊個人的團體服務與康莊大道 世代學生 他們學校也很開心 要來成立 也經過很多主委 很多校長 來促成 來做這個工作 所以說我們也樂觀集成 很開心 來跟他們輔助 雖然是首屆福少團 許多業務都還不熟悉 也都還在摸索著 但福少團也立即著手規劃 將在校園裡進行愛心服務 並將會舉辦募款 以及募得更多資源 並也將募得的資源捐助出去 能夠幫助到國際的角落 與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如果參加福少團的話 他是可以接觸到社會人士 就是例如說 像我們普里在地的18度C的老闆 也是我們的社友 這樣 然後我們如果有需要一些工作的體驗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找他們 對 然後我們也有國際交換學生 這是一般的社團 沒有的東西 然後像我們也有 就是活動是很多外國人會一起的 然後在學校是遇不到的 對 我們未來 因為我們是第一屆剛成立 所以可能我們還在摸索 就是會成 就先規劃一些比較小的活動 例如說我們最近要規劃在學校 辦那個募錢啊或是募書 然後去幫助一些可能小孩子 或是國外的像肯亞他們缺鞋子 那我們台灣人就是特別愛買 對 所以可能家裡有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可以捐出來 然後幫助大家這樣 嗯 就希望可以把福少團越做越好 然後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福少團副團長表示 原本是參加管樂社 但本身熱心公益 在福少團成立時積極加入 並也希望能夠經由福少團 幫助更多需要被幫助的人 並也希望學弟妹們 在了解福少團後 一同加入熱心公益 其實我是在管樂社的 那會加入福倫社是因為 我在外面也有從事公益的 像志工那一些的都有在參加 所以福倫社它是一個很好的社團 以服務為目的 所以我會覺得加入這個社團 我可以接觸到外界更多服務的一些項目 我都是在農民醫院那裡 就是有節慶的時候都會跟阿公阿嬤他們聊天 然後父親節也會找那些農民伯伯一起做勞做 然後我就會覺得 覺得說因為他們大多都是獨居自己一個人 然後我就會覺得跟他們聊天 就像跟自己的爺爺奶奶在聊天一樣 所以把他們當成家人來看待 就覺得跟他們聊天相處其實感覺很棒 我們會去愚人之友幫忙 然後有漸漸的在規劃一些捐贈的項目 像是募集書刊或者是 我們有一個一元捐款的活動 就一個人就不用多一元就夠了 就是把大家都集合起來 然後讓我們的愛心一起發送出去 然後藉由這些活動也會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學弟還有學妹的認同 還有他們的關注 然後希望他們就來加入我們 身為福倫社社員的議員廖志誠 在埔里地區成立福哨團是聲表支持 他也希望未來能與極大福中來結合 一起推動地方公益性的工作 福倫社已經生立52年 今年是53次 從53年前生立到現在 其實從創社包括社長和所有的 羅達里創社的社員 對到大福利地區的熱心公益 可以說是一個模範 從53年前創立開始 就有福倫社的張學金 包括那時候 我們人愛講 我們的地理同心肺 或是我們 種這個企劃在 30多年前 就來跟日本 在我們的外貫道路上 種很多很多的 我們台灣的好處和元素 種種這就是 福倫社在 國公司向後社團的 負責人來參與到 社會的熱心公益 沒有很多政府做不到的地方 所以說這次還可以 在我們所社長的領土之下 來創立福哨團 福哨團當然這次是 在我們技大福中的這些學生 包括將來我們普利高公這些 學生都可以共同來投入 就是讓他們提早 接觸 國際社團 想要說國際社團 可以 任務很多政府做不到的 這個公益事業 包括紀錄就品 或是推動 我們的公益的 這個 一些事業 包括現在想應 比如說 我們的節能減碳 或是指數 種種都是一個 很好的做法 可以由國際社團來帶動 可以投入我們 所有地方的公益事業 當時在這裡 也可以讓我們 在福哨團成立後 我們這些年輕朋友 優秀的這些學生 可以了解 將來他 出社會的時候 可以來熱情公益 國際福輪社 中央幹部指出 在南投縣成立 第一個福哨團之後 後續水里鄉 祖山鎮 以及南投市 都渴望陸續組成福哨團 副議長盤一拳 對紀大福中福哨團成立 也表達祝賀 請勉大家 未來在校園裡 要發揮服務的精神 共同促進社會祥和 盡一份心力 民營新聞黃玉淮王國恩 專題採訪報導